台湾銀行跟金門九場新球季正面交鋒 台銀開賽就祭出源源不絕的三分炮火 團隊首接外線六投三中 加上新洋將奈威爾的領印外盒 瞬間拉出16比2猛攻 以21比9強得先機 不過今九第二節找回應有的攻守節奏 端出新洋教練James Duncan 傳授的快速球鋒 新洋將Kranbarong也終於回神 單截勾先6分3籃板 今晚更攪出全場最高27分19籃板的準20數據 空位陳澤宇接著也加入強攻行列 代球卸入突破高壓防守完成高難度抛投 半場5分4主攻進場 另外商運付出的宋宇萱也很活躍 兩位後場好手帶隊懷疑26比13攻勢 李偉翰更在獨秒階段 同湖鼎附近飆盡振奮人心的三分蛋 幫助經久兩界大彎反倒取得35比34的一分超前 換場後戰況呈現膠著 兩隊一路糾纏到決勝節 中場前兩隊52秒 陳國威的三分就幫助台銀取得領先 但宋宇萱隨後連投待罰 獨拿三分雙方再度戰成68比68平手 前三節得分掛單的奶爸射手陳順祥 關鍵時刻找回上進台銀 MVP身手一口氣連拿4分 沒想到金酒奶油小聲結尾如 立刻在焦落懷影顏色 Catch and Shoot 李偉翰延續活力超球快攻回來 完成上籃 倒數25秒落後兩分的台銀掌握球權 陳順祥切入成功埋到犯規 兩發眾議追到了一分差 而且中場前12.2秒 李偉翰兩發都沒進 留給台銀最後一擊機會 張博威接球後再傳給陳順祥 做個假皇槍投三分結果 美國美景 中場金門交上就在一陣驚透駭浪中 以73比72拿下星球技首勝 我要提供新聞綜合報導